來看到臺17縣台南北門斷南下車道 昨天下午2點多 發生了轎車不明原因 衝撞橋墩的事故 車上5個人 有4個人都拋出車外 造成了3個人死亡 2個人輕重傷 1號下午2點41分 臺17縣台南北門新維抽水站 五王大橋 發生重大車禍 一輛往北行駛的轎車 因為不明原因 高速擦撞護欄 車輛失控 翻覆到對向南下車道 車頭等處嚴重凹陷 零件散落一地 車體嚴重扭曲變形 車上一共有四男一女受傷 成員都是叫班的人員 警方調查 駕駛是九十一年次的陳姓男子 車子在行經北門區新維車水站附近時 突然自撞橋墩 車上5人 有4個人被拋出車外 坐在後方車輛的同行友人表示 他們昨天一同出陣 回程要返回嘉義布袋 沒想到返程途中發生事故 車上有兩個人在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其餘三個人分別受到輕重傷送醫治療 而重傷的男乘客在一號碗間搶救無效宣告不治 小客車駕駛則受到輕傷 是否酒駕則上代檢測 記者溫振衡殺驗其中建綱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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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